大家好,我是小安 香蕉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吃吧 香甜软糯,特别的好吃 香蕉的脂肪含量特别的低 而香蕉的膳食纤维非常的多 特别适合说明的朋友们多吃一些香蕉,特别的好 今天用香蕉给大家分享 老容易教我的香蕉减肥法,真的是太神奇了 一个月能报收上好几时间,真的是太给力了 今天就把这个说明的好方法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先来准备两根香蕉 准备的香蕉需要成熟度好一点的香蕉 成熟度好的香蕉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而且呢,营养更高 准备好两根香蕉,放入大碗中 这样方便清洗 先加入清水,把香蕉打湿 拌勺盐 再来一点小苏打 接下来我们用手搓拌搓拌,把香蕉清洗干净 今天香蕉我们是不去皮的,所以要把外皮清洗干净 这样吃的更放心 加入食盐可以给香蕉简单的沙丁消毒 这样清洗起来特别的干净 而小苏打呢,能够更好地去除 香蕉上面残留的农药,还有一些细菌,杂质 加入食盐和小苏打清淡的香蕉会更干净 这样吃的更放心 像我这样,来回的用手不停的搓一搓,搓洗干净 很多时候果皮也特别的有营养 像苹果皮,柠檬皮,橙子皮,香蕉皮 中都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有维生素,碳水化合物 经常的吃一些香蕉皮特别的好 尤其是果皮中富含一种非常丰富的果胶 这种果胶呢,营养价值会更高 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果胶 对身体很好的 来回的搓一搓,洗一洗 香蕉中富含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生素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氧价值极高 每天吃上一个香蕉,对身体很好的 能够看好的润肠通便 对肠道非常的不错 而且能够缓解病蜜,都是很好的 香蕉是水果中特别好吃的一种水果 香甜绵软,特别的好吃 尤其是老人和小朋友们 多吃一点香蕉,非常的不错 操好以后,把香蕉控水捞出来 洗好再加入清水 再冲洗冲洗,洗干净就可以了 我们在洗香蕉的时候注意一下 香蕉这个风口处一定不要打开了 冻的轻一点,如果打开之后呢 会进入一些水,加入水之后呢 口感起来不好吃,营养会流失 而且甜也会流失 多花两面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了 控水捞出来 洗好的香蕉,直接放入锅中 不需要扒去外皮啊,像这样就可以了 加上清水,摸过香蕉 盖上盖子,水开以后煮上三五分钟 把香蕉煮熟煮透,煮出香味 煮香蕉的时候火候不要太大 如果火候比较大,香蕉的营养价值会流失 口感吃起来不是那么的好吃 煮至香蕉皮,让它变身就可以了 这会儿已经熟透了 煮好一盒,放入碗中 微微的晾凉一会儿 我们包开就可以直接吃了 哇,我们看一下 这种香蕉煮得特别的软烂 而且特别的香 香蕉这个鸡膜也是可以吃的 这个鸡膜的样价特别的高 而且口感也非常的不错 这会儿我的厨房布满了香蕉的香味 真的是太香了 煮过之后会特别的香 微微的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直接吃了 咬上一口香甜软糯,特别的好吃 香蕉煮过之后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吃起来口感更好吃,营养价值更高 我们可以当做晚餐吃 晚上不要吃饭了,煮上两根香蕉 吃起来又特别的好吃 而且饱腹感极强 香蕉的口感特别的软糯,好吃,黏黏的 所以有很长的饱腹感 香蕉能够很好地润肠通电 对肠道很好的 多吃香蕉也不会发胖 让它脂肪含量特别的低 主要是香蕉这样煮过之后 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香 这种香蕉做法老人含的都比较适合 主要是吃起来特别的好消化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好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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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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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12 5 5 餅乾 我要跑開 我要跳 我要跳 啊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 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